我们注意到相关的报道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 最先进的核武库 不但不认真履行自己的核财军义务 还要投入巨资升级三位一体的核力量 发展低当量核武器 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 持续推进部署全球反导系统 谋求在欧洲和架台地区部署陆基中导 并通过出售核潜艇 增强核保护伞等方式 推动构建极具冷战色彩的军事小圈子 美方的此类举动严重损害全球战略稳定 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 严重影响核财军进程 美方如果真的关心核军控问题 就应该按照联合国文件和国际共识 切实承担起核财军特殊优先责任 继续以可核查 不可逆和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 进一步大幅实质削减其核武库 为维护全球和地区的战略平衡与稳定 做出应有的贡献 日本长期以核武器受害国自居 大谈推动实现无核武器世界 同时却享受着美国核保护伞 反对和阻挠美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日本在核财军问题上的立场是虚伪矛盾的 近期有日本政客妄言要同美国核共享 试图突破自身承诺的无核三原则 引入美国的核武器 中方和国际社会对此严重关切 日方应谨言慎行 且是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 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 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我愿强调 中国始终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一直将核力量规模 维持在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 中国始终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任何国家只要不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都不用担心中国的核武器 这是最有实际意义的透明 Countless arem 如果我没用核心 决楼 你 每次